比尔哥罗德号核潜艇世界最强 火力军作为一个实打实的俄黑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俄军的武器装备 在火力军眼里都是直接减少50%的性能 世界上也就是如此 普丁眼中的世界顶尖装备 真实性能也就那样 顶多算是个先进武器 但是今天这个装备 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火力军是左挑右看 愣是找不到黑点 接近3万吨的排水量 搭载6枚波赛东潜航器 可以毁灭任何国家的沿海城市和航母战斗群 自然也包括美国的福特号 毕竟威力就摆在那儿没法反驳 作为俄黑 火力军是觉得我们可以藐视俄军 但是要对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有一个完整的认知 过于轻视就会忽略潜在的危险 所以这期视频 火力军就以一个中立的角度来聊聊俄军的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颠覆一下各位对俄罗斯海军战力的认知 顺带再来看看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与美国最新的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到底谁更强 虽然说俄罗斯是苏联的大儿子 继承了一大波遗产 比如图160 彼得大帝号巡洋舰等 但是其海军实力到现在却还比不上苏联 准确点来说 应该是水上战舰的实力太弱 现在的俄罗斯海军 航母就剩一个半死不活的库兹涅佐夫号 经常发生事故 现在还在船务维修 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也就只剩下两艘 光荣级巡洋舰两艘 毕竟之前莫斯科号被海王星干碎了 无卫级驱逐舰八艘 现代级驱逐舰三艘 大型的就这几个 剩下的都是一些小型的护卫舰两栖舰 毕竟现在俄罗斯海军的军费比较紧张 或者说俄罗斯整体的经济不怎么样 没钱造航母 驱逐舰跟巡洋舰这一类的大型军舰 只能重点发展护卫舰 这个意思就是俄罗斯的大型水面军舰都比较老旧 而且缺乏资金维护更新 没有中远程导弹拦截系统 防空反导能力还不如日版 海空作战能力也不如英国 看起来海军没啥实力 但实际上不是俄罗斯海军的重头戏都藏在海底 可以说俄罗斯海军严重偏刻 军舰没啥突出点 但是核潜艇造的一个比一个猛 之前亮相的喀山号核潜艇 现在又来一个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这种大杀气 这也是为什么火力军说 这个武器没法黑的缘故 俄罗斯造核潜艇的实力还是不错的 战舰和潜艇综合一下 俄罗斯的海军实力其实也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弱 其中7月初服役的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被英国称为末日舰艇 美国则是将它看作俄罗斯海军中最令人恐惧的武器 这可不是瞎说的 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可以携带6枚波赛东 就是与先锋高超音速导弹 萨尔马特洲际导弹 并列成为俄军战略大杀器之一的波赛东 它可以搭载一枚200万吨TNT当量的核弹 光一个数字可能没什么概念 当时美国十字路口行动中的贝克水下核爆实验 只是一个2万吨当量的核弹 就直接在海窗炸出了一个9成610米的大坑 虽然没引起海啸 但海浪涌到5000多米外的海滩时 高度还能达到4.6米 并且还有核辐射 炸不死还能用核辐射去污染 2万吨TNT当量的核弹都这样了 200万吨TNT当量的波赛东有多强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而且在战争中引爆 肯定是在港口爆炸 结果就是箭毁成亡 场景估计就是先把蚂蚁窝给刨开 然后把核废水灌进去 惨不忍睹 最重要的是比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一代就是6枚 这谁顶得住啊 火力军严重怀疑 俄罗斯这是患上了火力不足恐惧症 比尔哥罗德号是属于 奥斯卡二级巡航导弹 核潜艇的改进型 就体型跟火力来说 奥斯卡二级核潜艇就已经够牛了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潜艇之一 在潜艇的两侧 能用塞下24枚花钢岩反舰巡洋导弹 这就俄罗斯还不满意 又对奥斯卡二进行了改造 现在已经可以装个72枚口径 远程巡航导弹 或者搞马脑反舰巡航导弹 相比其他的奥斯卡二核潜艇 比尔哥罗德号的舰艇长度暴涨183米 比老父亲苏联时期的台风核潜艇还要长 直接成为全球最长没有之一 毕竟是属于是战略核武器 俄罗斯能说的警报也就一个长度 排水量现在还不确定 有媒体认为是2.4万吨 但是还有人猜测排水量接近3万吨 这两个说法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比尔哥罗德号核潜艇虽然听起来比较陌生 其实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家伙 只是俄罗斯又翻新了一遍而已 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 苏联建美国的航母越来越多 仅靠自家的航母打不过了 就开始建造核潜艇 偷袭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准备建造14艘奥斯卡级核潜艇 配上华钢岩反舰导弹 射程能达到500公里以上 而别尔哥罗德号就是第12艘奥斯卡二级核潜艇 1990年开工被料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了 这艘还在建造的核潜艇就被俄罗斯继承了 但是俄罗斯当时没钱也没法建 于是从1992年开始停工 直到2009年 俄罗斯海军才决定重新建别尔哥罗德号 又过了10年 到2019年别尔哥罗德号才建成下水 拉长的舰艇达到了183米 比一些万吨驱逐舰还要长 其实说到这 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的排水量 差不多就能确定了 奥斯卡一级核潜艇的排水量 1.9万吨 但是奥斯卡二级核潜艇的排水量 就已经2.4万吨了 俄罗斯在二级的基础上 加长了30米左右 长度增加了20% 排水量不佳说不过去 所以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的排水量 3万吨是完全有可能的 9.4邀行 德米特里顿斯科一号战略导弹 核潜艇退役之后 别尔哥罗德号不仅是世界最长 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 没有之一 不过排水量并不是重点 纸面数据高 吨位大并不是直接就代表好用 重点还是俄罗斯这款新型核潜艇 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服役之后 被分在北方舰队 按照俄罗斯的说法 他们只是让这款可以携带波赛东的核潜艇 执行在偏远地区的科学考察和救援行动 还表示 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只是一个用于深海救援 以及自主水下航行器的运载平台 这话说的就差把和平俩在血脸上了 如果没有俄乌战争这档子事儿 火力军都当真了好吧 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名义上 确实是在俄罗斯海军服役 但实际上它是属于俄罗斯国防部深海研究总局 俄罗斯海军所有的特种核潜艇都归深海研究总局管理 这些核潜艇以及一些海洋调查船 母港是位于俄罗斯西北摩尔曼斯克半岛上的 奥伦亚古巴海军基地 而这些表面上属于北方舰队的核潜艇 则是位于该基地附近的另一个码头 也就是加吉耶沃 俄罗斯所谓的科学研究其实都是带着军事性质的 毕竟威力能摧毁一个沿海城市的核潜艇 你说是执行救援任务说不过去 深海研究总局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情报头子 负责俄罗斯深海情报收集工作 如何工作的火力军也不太清楚 毕竟是一个保密机构 具体行动以及之前的行动记录肯定是保密的 火力军也只能猜测 估计俄罗斯所说的救援任务 是救援美国和北约那些坠入深海的高价值设备 或者是窃听海底通讯电缆 这些任务比尔哥罗德号核潜艇完全可以升任 排水量大 也就意味着它可以携带更多的武器装备 除了波赛东和玉雷 比尔哥罗德号还能携带特种潜航器 核动力深潜小型潜艇 能执行战略核潜艇的威慑任务 也可以特种作战部队进行各种渗透任务 比如携带一种10831型 也叫做洛沙里克级的小型特种核潜艇 水下排水量只有2000吨 但是作业深度却可以达到1000米 采用的是耐压的球型船体 长得跟弹壳差不多 在抗压这方面比传统的细长船体更强 这种设计可以让这种小型的核潜艇沉到海底 像什么救援失事潜艇海洋科学调查 海底资源勘探 这些需要深海作业的任务 洛沙里克级都能做到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性的问题 毕竟这种间谍特种潜艇已经出现了很多次事故 2012年在冰盖下执行任务时 机械臂损坏 2019年电池室发生火箭 14名机组人员死亡 当然了 火力军最关注的还是别尔哥罗德号的攻击能力 6枚波赛东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么波赛东的具体性能如何 是不是真的和外界说的一样强 评价波赛东也就4个指标 制导 航程 隐蔽性 以及是否可靠 而且说波赛东是个鱼雷 其实有点不专业 准确点来讲 波赛东是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但是在攻击方式上和鱼雷一样 所以制导方式也和鱼雷很相似 而现代的鱼雷有两种制导方式 有限制导和自主制导 有限制导很好理解 就是给鱼雷装上尾巴 有潜艇告诉鱼雷下一步该怎么办 等鱼雷接近目标之后 再开启自带的制导系统 不过波赛东肯定不会使用这种制导方式 作为一个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在距离上肯定是有保证的 外界的一些媒体认为 波赛东能跑一万公里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按照俄罗斯的说法 是要从北极跑到美国的沿海城市 所以带线的肯定不可能 这就只剩下自主制导 依靠自己的导航系统完成整个航行 也就是说发射后不管 只是在水下一千米 卫星信号很有可能进不去 只能依靠惯性制导加上声纳 这种制导方式放在鱼雷身上 大多都是清醒的反潜鱼雷 空头鱼雷这种 这种鱼雷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弱 射程较低 毕竟离得远了 精度就顶不住了 但波赛东不一样 它是核动力无人巡航器 既然是巡航器 航行轨迹就可以不是直线 也能随时上浮接近水面 接收卫星制导 所以超远程自主航行 是完全可行的 而且俄罗斯还有一套宙斯系统 专门在科拉半岛上面进行布放 它是一个超长波的信号手段 可以针对在很远的位置上 发射超长波的信号 针对水下物体也具备通信的能力 就算是不上浮 咒词也能给波赛东打电话 告诉他你去打谁 而且波赛东不仅跑得远 还跑得特别快 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 他在海底的移动速度 达到了200公里每小时 也不是不可能 比如鱼雷的黑科技 超空炮技术 俄罗斯的暴风雪鱼雷 就用上了超空炮技术 鱼雷都能用上 波赛东这种大杀器 也用一下不过分吧 而且俄罗斯拥有超空炮技术 早就不是秘密了 咱也不用怀疑 超空炮也就是在鱼雷的头部 垂出来一个空气空枪 这样鱼雷在这个空枪中航行 准确的说应该是飞行 这样可以减少鱼雷在海中航行的阻力 提升自己的速度 这点其实是有争议的 毕竟有老铁认为 使用超空炮技术 就没法自主制导了 这里火力均纠正一下 这些老铁的误区 波赛东并不需要全程高速前进 一开始只需要普通航速以安全性为主 尽量深浅隐蔽前进 在抵达目标城市前方 再开启超空炮 鱼雷模式 高速冲向目标 此时就算波赛东被发现 也很难进行拦截 至于要在茫茫大洋中发现一枚潜航器 即便波赛东体型稍大 那也比发现核潜艇难上百倍 美国就算有外星人帮助 估计也没办法实现 俄罗斯虽然军力衰弱 好歹在核潜艇这方面有点实力的 既然装备了波赛东这种战略武器 美国也没反驳 那么我们相信一下 其实也是可以的 说的有些远了 咱们言归正传 制导和航程都可以实现远距离打击 那么隐蔽性和可靠性能不能得到保证 火力军认为波赛东在水下一千米的地方航行 寻常反潜的手段根本无法发现它 更别说拦截了 偶尔出来冒炮的时候 火力军估计安全性高达99.99% 毕竟卫星不是神 不能每时每刻都盯着大海 所以很难发现短暂上浮的修正巡航的波赛东 就算是被发现 也不可能像拦截弹道导弹那样 在空中被追踪 海底是任何现有技术手段最难探测的 当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任何武器都不能百分之百实现攻击任务 万一波赛东在半路上出现了点问题 沉下去浮不上来了 也不是没可能 毕竟像这种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制造难度还是挺高的 总的来说 别尔格罗德号作为俄罗斯最新服役的核潜艇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水平的 这点我们不能否认 毕竟俄罗斯基石再衰弱 好歹还有老本可以吃 苏联留下来的遗产估计够俄罗斯再发展个几十年 别尔格罗德号核潜艇就是如此 苏联时期的设计加上现代化改造 一跃成为了世界上顶尖的核潜艇 这期视频最重要的问题来了 俄罗斯的别尔格罗德号和美国的哥伦比亚级哪个更强 首先吨位 这点是别尔格罗德号稳赢好吧 美国的哥伦比亚级的排水量 差不多在2万吨左右 3万吨和2万吨左右 哪个更大自然是一目了然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体型最大并不意味着内部空间也是最大 美国的核潜艇和俄罗斯的核潜艇有一个区别 美国的大多都是单翘体而俄罗斯的大多都是双翘体 区别就是单翘体它外表的翘体需要承担的任务多 不仅要承担水压还要承载它本身结构的强度 这种就对材料的要求比较高 造价也就涨上去了 双翘体则是分工合作 外面一层壳来承担水压 里面一层壳来承担强度 双层壳中间还有一个闲空间减弱震动 对材料的要求就没那么高了 毕竟有两层 当然论先进还是单翘体比较先进 结构相对简单 在同等舱内容积的情况下 单翘体潜艇的阻力小声波反射面积下 还能降低搜索距离增加隐身性 双翘体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会压缩潜艇的内部空间 所以比尔哥罗德号核潜艇相对于之前的俄罗斯潜艇 确实是增加了一定的内部空间 但是不一定比哥伦比亚级更大 两者允许装载的武器和设备 在数量上可能是差不多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武器的种类和野隐身 作为最正宗的核潜艇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携带的是 美国最新的三叉戟31L型导弹 它的CEP误差从150米降到了90米内 顺带还升级了一下W88核弹头 突发能力更强 在数量上则是比之前少了一个点 只有16个 但是威力已经足够了 毕竟还有分导弹头的存在 超高音速武器和巡航导弹 也都是哥伦比亚级的备胎 当然无人水下潜航器 这种明星也少不了 在高强度的对抗环境中 无人水下潜航器 可以替代有人平台 专门执行那些高风险任务 就比如美军现在的UUV 这种无人水下航行器 已经是洛杉矶级 海狼级 弗吉尼亚级 俄亥级的标配 所以哥伦比亚级肯定也会搭载UUV 同时哥伦比亚级的隐身性能 也是世界上最好的 比如加入电力推进系统 使用泵喷推进代替螺旋桨推进 在舰艇的外壳体上 拿一层销声材料 减少被主动声纳探测到的概率 并且还采用X型尾多代替传统的木字型尾多 减少阻力并提高了静音能力 在隐身方面 别尔哥罗德号肯定是比不上的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 在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安静 最不容易被发现的战略核潜艇 所以论先进程度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 可以说甩了别尔哥罗德号好几条街 但是一个波赛东核动力 无人潜航器就全部补了回来 不管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有多隐秘 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弹道导弹 需要在大气层飞行 抵达目的地之后 在急速下下 精度高 射后不管 这都是它的优势 但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肯定会被敌方的天机卫星发现 被发现就有机会拦截 先不说俄罗斯的S400 S500 这些防空系统能不能拦住 就拿美国的萨德来说 它有机会拦截吗 有 如果有一天 俄罗斯的反导水平达到美国这个地步 洲际弹道导弹的威慑力就会无限减少 而波赛东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不一样 别尔哥罗德号最大的优势 就是带6个波赛东 颠覆了潜艇的攻击手段 火力军甚至都想给它搬个最佳创意架 潜艇的攻击手段就一般有两种 要么打导弹 要么射鱼雷 结果别尔哥罗德号玩了一手遭操作 走海底 事实证明效果也很不错 水下一千米常规反潜的东西 压根就看不到波赛东的影子 看都看不到更别说还想防了 而且波赛东的威力很猛 它爆炸的位置可以离自己要打击的目标很远 比如说俄罗斯让波赛东去打击美国的沿海城市 或者海军基地 这个时候压根就不需要精准打击 它可以跑到距离海军基地几公里 甚至是十几公里的地方 然后在水下一百米左右的地方引爆 爆炸产生的水柱能达到三百多米高 利用海啸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走的来说 波赛东最难防御的点还是无法预测 它不像其他战略核潜艇那样发射潜射弹道导弹 波赛东的隐蔽性比其他所有的战略核武器都强 像周际的弹道导弹天机的反导系统甚至是其他的反导系统 可以对它的弹道轨迹进行追踪 但他们跟踪不了波赛东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专门在海底跑步的马拉松运动员 它可以是走直线曲线甚至是绕路走 这点根本没法预测 毕竟是在海底拿什么查 那么你反潜的兵力压根就没办法布防 很有可能波赛东是绕地球一圈之后突然出现在别人的家门口 所以如果让火力军来评价谁更强 那么一定是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先进是挺先进的 隐身性能在潜艇这个领域世界第一 但是打击方式过于传统 美军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将性能拉到最强 火力军不否认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很强 最起码俄罗斯的北风之神完全比不上它 但是别尔哥罗德号携带的波赛东太无解了 简单来讲就是哥伦比亚级核潜艇能隐身 但是潜射弹道导弹不行 而别尔哥罗德号虽然隐身效果不咋样 但是波赛东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效果 却跟隐身一模一样 这就是二者最大的区别 也是火力军会选择别尔哥罗德号的理由 既然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效果那么好 那么美国能不能研发出来 类似波赛东的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火力军的看法是没问题 核动力巡航器对于美国来说也没什么难点 火力军感觉也就三点稍微有点难度 动力制导超空炮技术 美国不能造出来吗 火力军觉得肯定可以 在核动力这方面 美国只会比俄罗斯玩的更花 这是肯定的 制导就更更不用提了 美国能甩俄罗斯N条街 虽说美国现在没有超空炮鱼雷 但是有超空炮子弹 甚至说还将超空炮技术用来了钻地弹上面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用在了钻地弹上面 超空炮技术不仅可以在液体介质中使用 也可以用在固体介质中 只要物体的运动速度足够快 它就可以将行进过程中的任何介质 包括水土壤或是混凝土推向两边 全程超空炮航行 或许现在的美国也做不到 但是仅在末端使用肯定是没问题的 再提甚至都不用更换 直接交给战略核潜艇这种大排水量的搭载 等到哥伦比亚战略核潜艇建出来之后 美国肯定可以研发出来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然后直接交给哥伦比亚机使用 既然技术允许 那为什么美国不研发这种拦都没法拦的核武 火力军的看法是没必要 对于美国而言这种级别的核武多它一个不多 少它一个也不少 而对于俄罗斯而言则必须要有 毕竟俄罗斯的海上实力太弱 论航母军舰之类的水面战舰完全打不过美国 自家唯一的航母 库兹涅佐夫号一直是在家养病 战力约等于零 美国的核动力航母随便拉一艘出来 都能全舰整个俄纸舰队 俄罗斯这是没办法的 只能在自己优势的项目上 就比如说核潜艇这里做文章 将它作为一个水下的移动基地 或者说移动航母 毕竟俄罗斯的航母不行 就需要另一个能从海底出击的母舰 提升俄罗斯在远洋的威慑能力 这才有了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而美国呢不需要 美国的舰队无论是在近海还是在远洋 都有很强的威慑能力 都不用动手好吧 而且美国也不缺那一个核武 就俄罗斯的反导系统真要是开战了 美国发射十发洲际弹道导弹 能拦截到两三发就已经很不错了 美国的反导系统就不一样了 俄罗斯的萨尔玛特可能都进不来 所以俄罗斯这才费尽心思 想要研发波赛东 以及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避过美国的反导系统 对美国本土造成打击 当然了核武这东西估计是用不到的 俄罗斯研发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一个是威慑 另一个就是炸航母 在打击方式上 别尔哥罗德号其实也就是以大代小的方式 核潜艇作为一个母艇 是一个水下移动的基地 在航行的过程中把波赛东释放出去 他不需要直接命中航空母舰 就算是只在航母附近 都可以将航母完全摧毁 当然波赛东打航母就有些大才小用了 发射反舰导弹也不是不行 所以俄罗斯海军的目的 就是让别尔哥罗德号去执行航母的一部分功能 取得制海权 只要我出现在这一片海域 那么后面就都不能在舰队出现 基于这种说法 甚至还有人猜测 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会像航母取代战列舰一样 直接取代航空母舰 就连现代装备的驱逐舰也会被淘汰 对于这种说法 火力军也只能说这位好汉 可能是吹鹅吹上瘾了 确实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具备了一些航母的特种 虽然看起来不一样 它是一种母艇搭载这种小型的自属航行的小潜艇 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作战方式 但是火力军绝对不认为单单一个核潜艇就能取代航母 简单点来说 航母是一个综合性的武器 射击的面很广 不管是战略方面的任务 还是战役方面的任务 或者说战术方面的任务 它都可以干 这是航母的特点 比如说中东地区又发生了战乱 或者美国打算介入一场战争 总统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的航母在哪里 然后派离得近的过去劝架 充当控制局面的角色 甚至说还能顺便救灾 就这个功能来说 俄罗斯的比尔哥罗德号是做不到的 它不可能做这些活 而且它也没有防空作战这个功能 航母是全能 比尔哥罗德号只能说是一个专业的武器装备 从目前的方式来说 俄罗斯这是把大力出奇迹这一操作发挥到极致 拿比尔哥罗德号当作新一代的航母 只是水下航行已经没有防空作战的局限 肯定不能替代航母 那些鹅吹的就可以洗洗睡了 但咱们也要承认 在水下的领域这是一个新思路 如果说真的可以让一个水下的航母从海底出击 利用它在核潜艇的设计改造 甚至说应用模式上创新 那么称核潜艇为水下航母也不是不行 如此一来 估计自称航母杀属的鱼雷就要退休了 毕竟旁边都是敌人 单凭一个鱼雷着实没法突破 不过想要实现这种效果 发展的周期比较长 或者说还会有一些技术的难度需要克服 就算是替代不了航母 别尔哥罗德号服役之后确实会加强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 那么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会对俄乌战场会有影响吗 火力军认为不会 毕竟核武器是核武器 看着威力大 但是谁也不敢先用 波赛东的作用其实也就跟萨尔玛特差不多 吓唬一下而已 现在的俄乌战场主要就是靠北约好兄弟的支援 俄罗斯这个时候服役大概也就是表格态 你们再支援就别怪我不客气 可惜没人相信 之前俄罗斯宣布萨尔玛特的之后 还是该支援支援 核弹这玩意儿 有可以但没法用 总结一下 俄罗斯的比尔哥罗德号核潜艇确实挺强的 一个强在蹲位 另一个就是强在波赛东 浅身1000米 射程1万米 航速平常估计也就是55节左右 末端200公里每小时 当然了 与美国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相比 单单比核潜艇肯定美国的性能更强 更先进 但波赛东那种难以预测的攻击方式 直接加100分 也是火力军认为 别尔哥罗德相对更强的缘故 如果只是二者都是打俄罗斯的话 火力军肯定是选择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 毕竟潜射弹到导弹 无论是威力还是精准度 都还是可以保证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各位认为 俄罗斯的波赛东真实性能如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